前个九次在黑龙江七台河 一名男子在两天之内 接连实施了五起杂车盗窃案件 这一幕发生在七台河市桃山区 此时已经接近深夜十二点 但在这辆白色越野车内 一名男子正在忙前忙后 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但千万别误会 他并不是车辆的主人 而是一名砸车刑窃的贼 经过初步的现场勘察 我们当时就认为 这个闲人这个作案手法比有嫌熟 我们怀疑可能这个闲人 有这个类似的盗窃经验 白色越野车的主人叫刘猛 事发当天晚上 他车里只存放了少量的零钱 所以在财务上没有太大损失 但更换车玻璃加上清洗内饰 却要花上不少钱 由于男子戴着口罩 一时间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就在民警侦查的过程中 110指挥中心又陆续接到了四起类似案件 经过比对 杂车盗窃的男子是同一个人 做本的这五辆车 都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豪华车系 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丰田霸道 第二种是丰田霍格 第三种是雷萨斯570 五辆车丢失的财务不到300块钱 但这些车辆的维修费用 加在一起可不是一笔小钱 由于男子几次都没有得手太多财务 为了防止他继续作案 民警连夜展开工作 通过公共视频 很快锁定了他的落脚点 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目标嫌疑 可能在我们下去 一个小块儿旁 落脚 弄 别动啊 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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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是吗 知道 这是你的军事物品吗 是 走走走 挺好 抓捕时 砸车男子半躺在床上 经过审讯 他叫陈某 在其随身的背包里 民警发现了车内失窃的物品 这都从昨天的车里拿的 这工具呢 这我的 这工具呢 这兜呢 是哪儿呢 找我呢 这男人吧 别的 不是 这个东西做的兴许 对 这个当坏事了 心里都知道干这坏事了 反正陈某是 你一敲门我就知道 看吧 你们说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陈某说再砸第一辆车的时候 他就预测到了被抓的结果 回到旅店后 他是一宿没睡着觉 目前陈某已经被警方 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审理中